準備要打架出去 對 大批案件 現在真的不是平民要打架 那我們從中央的高層長 非常重視的情況下 我們各地區也都要動起來 那我們希望以細胞式的方式去多宣導 希望入鄉入里入陰 然後讓所有的新竹縣侠內的 所有的山西老人家 或者是我們的青壯女朋友們 都禁止要受害 然後也不要採損 那我們當然目前還在努力中 所以我希望首先先以 詐騙案件的案件扣下降為主要的目的 那我們當然採損也是 我們新竹 因為可能就是 田國平均來講的話 財富的指數比較高 那我們也很希望大家在任何的投資理財 都一定要頭腦清晰 搞清楚對方到底是誰 不要再還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的情況下 就把自己辛苦累積的財富給匯款出去 和那些採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